所在乡母川、乡母路 为了向来都市价位 环维的价位倒楼 以前有地主席 将中山南架楼 代用70米等的倒楼用地 关乎公所 乡充所为旨也价位 要把3米楼 讨论12米楼的工程 31号再起时 是来邀请电信 台电台水电工程单位 来到现场会核 研究日后进行 倒楼讨论的相关措施 山西乡母川的乡母路 部份路担心的 只有机车可以走 山西乡公所为了提升 当地基民生化品质 将会一步一步 进行倒楼全款工程 那么这个计划道路 很衰掉 但是我们计划道路 有计划的时候 是12米宽的计划道路 那么现在有地主 他把币献出来 希望可以把道路过关 那么我们今天联络 相关的单位来进行背看 是必须把需要迁移的 或者需要把它改善的 都联络起这相关的单位 来会看 来看这个应该怎么去施作 山西乡载器公所邀请电信 台电台水加速 和美景婚教项单位到现场会核 建议将中山南家核乡母路 对三米看 全款做十米楼的全款工程 国公三单位 虽然配合的进行 乡专所委准表是 原本楼口社区秀公公 也会刷到附近立地 让民众可以继续使用 这次的楼梯团工程 以后台幼等七十米左右 后会一步一步进行 相关的都市价位工程 大传新闻亚红武 山西 彩虹博德